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UTA TV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終於迎來了這個 每月最愛分享 現在是9月10月份了嘛 入秋了 巴黎的天氣也開始冷起來了 所以皮膚呢就難免會有些小問題呀 小乾燥 那麼今天UTA就在這邊跟大家推薦一些 我覺得非常適合入秋用的藥妝 不過今天所推薦的東西呢 就大部分是口服的 身體調理類的 小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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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A TV 那麼第一個我們要推薦的藥妝呢 是我吃了很久了 已經空瓶了兩罐罐的一個 膠原蛋白粉 是BOC這個牌子的 還有出一些豐胸膠囊啊 膠原蛋白 這一個呢我覺得它很有意思 因為它是 巧克力味的 還有一個維他命C 因為維C我每天都要喝 還有一個鮮魚 膠原蛋白還有玻尿酸 可以喝著你皮膚QQ彈彈的 我是一直在喝 皮膚一直都是比較有彈性的那種 一直keep著 這個水平沒有什麼再老化的感覺 就沒有什麼突然肉變鬆了的感覺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的作用 一個很重點很好的地方呢 是因為它可以當一個代餐粉 其實我的體質不算是特別好的人 家族遺傳的話 我是一個非常易胖的體質 就是說你們看我以前的影片也知道 我現在吃的東西 吃的不多的真的 就很容易胖 而且整個人我是水腫體質 就很容易水腫 因為我媽也是這樣子的人 對我們來說就很痛苦 晚上的話我可能就吃兩個番茄 然後喝一杯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就夠了 一邊補充膠原蛋白的時候 一邊可以不用吃那麼多 有點像午有點小 副食餓的時候可以喝一杯 早上做早餐的時候 你也可以喝 你還可以用它來配麥片之類 就是巧克力粉 大家不要以為是那種很好的巧克力的味道 它不是 它只是巧克力的味道 而已 僅此而已 是代餐粉裡面我覺得口味是比較OK的 衝出來的質感是果凍狀的 就非常對我口味 就是有一點黏黏稠稠的 Next 下一個我要跟大家介紹 是法國的網紅產品 就是 這個相信大家應該不陌生 說起這個事情來是 非常非常巧的 首先是在6月份的時候呢 有幾個觀眾私信我 他就問我 他說小紅針最近在國內很火 他說是不是真的是法國品牌 我就蠻想試一下他們的效果 是不是真的有那麼生氣 然後剛好他們6月份的時候呢 他們PR就來找我 他們說 欸你有沒有興趣試一下我的小紅針 我說 可以試 我說好的話我就可以 跟觀眾推薦一下 所以一直就試到了今天 但是我沒有全部都試完 我今天就把我的真實感受 告訴你們 我只把我試用過的會跟大家分享 將將 這個 我第一盒是我自己買的 買的是舊包裝 就是這個 然後它後面呢 品牌給我 這個是新包裝 但是現在國內好像還沒有換過來 國內現在用的還是舊包裝 它裡面東西都是一樣的 將將 這個盒是新的 我才喝了兩根 開始我也很害怕 這個是玻璃 會不會使用操作不方便 我會很怕掰玻璃 但是後面掰習慣了 覺得還OK 其實他們很方便 先掰一邊 然後再掰另外一邊 倒出來 這個小紅針呢 是我第一個試用Flocaf他們家的產品 我是先試用小紅針的 主要是一個補水的功能 我這個人的體質呢 是吃什麼東西可能會比較慢的人 吃了一盒加一排多的時候呢 我才會發現它有效果 很明顯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我的嘴唇 像你們看到這個狀態 是我晚上零睡覺前的狀態 你們可以看我現在的嘴唇呢 就是沒有塗任何的潤唇膏 潤唇產品的 自然的狀態下 它嘴唇現在已經是這個狀態 就是比較潤一點 因為我以前你們看我 之前的影片 它會有那個洗皮嘛 就是很多白色的小塊塊 這樣子出來 但是現在就明顯減少了 所以我還蠻開心的 哈哈哈哈 那麼現在這個就是最近我素顏狀態皮膚 這個蠻新的 但是我會有一點點這個痘痘 就是最明顯我覺得小紅針 在補水的地方 就這個地方 它是天然的嘛 沒有一些枸杞在裡面 它可以改變一下你的氣色 就好像我這種 有時候會熬夜熬到三四點這樣子 保持喝你會發現 欸好像看起來沒有那麼累 氣色會變不錯 另外我要跟大家推薦這一款呢 Flocap的小成真 成真是他們新出的 主要作用的是美髮 因為你們知道我對頭髮的保養 會比較著重 我要頭髮變好看一點 這個也是他們的新包裝 我是一個經常燙髮染髮的人 我頭髮是很傷的 目前這個我喝了兩盒 我還在堅持使用中 自己是感覺頭髮變得輕軟了一點 比較輕比較軟了一點 它裡面有瘋狂醬 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讓你的頭髮長得更濃密更快 還有你的睫毛也是一樣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粗略講一下小藍針 小藍針 我還沒有喝完還喝了幾個 那麼這個小藍針我是剛開始用 效果還有在期待中 但是我用了這幾天 我感覺好像 上廁所的次數變多了一點 但是我有朋友的男朋友們 都在用這個 他們說這個是排毒的嘛 如果你是痘痘皮啊 用來排毒不錯 男士服用也非常的推薦 這三個針裡面呢 我最喜歡喝的就是 小紅針 它的味道就是跟法國的混合果汁的味道是一樣的 根本不需要對水 非常好喝 這兩個的話 空喝 對我來說是有點困難的 口味沒有 小紅針的好 對著水的話呢 還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它還有一個小指針的 是美白作用 我還沒有試過 如果大家有試過的話 也可以留言給Wuta 第三個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退黑素 退黑素不是美白啦 不是退黑色素 是幫助你睡覺睡得好一點的一個東西 這我用的 它這邊寫著是不會上癮的 黑白片這樣子的 我 是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會熬夜 對身體很傷 退黑素之後呢 我就可以更加容易的去睡覺 現在有很多人都精神壓力很大 說晚上可能會想四斤想著睡不著 這個是一個 巨恐怖的惡性循環 有時候我會有一點晚睡強迫症 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要去看手機 好像我12點上床 不知道為什麼搞搞搞搞 到就是2點3點睡 感冒藥裡面會有一些安眠的成分 這問題是你吃過感冒藥之後 你第二天早上起來你會很累 但是退黑素沒有 你吃了它之後你睡個好覺 第二天早上起來是很精神的 而且它想睡覺的那種感覺 不是呼昏沉沉我撐不住了我想睡 不會這種感覺 是有點睡意 但是沒有治癒說有昏昏沉沉 那種病態的那麼誇張 這個呢我是晚上睡覺前半個小時吃的 吃完之後半個小時你大概有點意思了 就想睡覺 你那個時候你記得要關燈 讓環境變黑 你慢慢很容易就會睡著 非常快速的睡著 它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改變你的生物中 我晚上是3點睡的嘛 吃第一顆退黑素 我就是變成了2點半睡 然後就變成2點睡1點半睡1點睡到現在的 12點半睡12點睡 我之後還想把那個時間推早一點 我就希望把我整個生物中都往前挪一點 吃了這個之後它說是睡覺8個小時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我現在吃的大概有一盒也是這麼多的 一般的 最近這周我都是每天早上我9點會自然醒 就這個是我想要見到的事情 連續5天都是這樣子 就每天都是這個時間斷醒 自己會醒來 這個生物中它就跟我調得很好 早上起來工作 你會發現這一天變得很長 工作起來你也不會覺得有很累 這個是我推薦給大家 不過如果你是未成年的朋友的話 你吃這種東西 你最好要先諮詢你的媽媽爸爸 要諮詢一下你的醫生看一下 你這個年紀適不適合吃退黑素 大家最好去做一點諮詢 這個退黑素應該是七歐一盒 最後的分享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兩個Fresh的新東西 是我逛街的時候無意中看到 真的是好東西 但是 鬼 就是這個Fresh的Sake 所以寫的是Rice 所以它是米酒嗎 可以推薦給男朋友啊 可以送給女朋友當禮物 其實蠻好看的 這個包裝 就是一瓶送過去 哇真的 多氧氣是不是 我當時去到師傅他買的時候 嚇到我 90多歐一瓶喔 我媽呀 當時其實沒有想買它 但是那個櫃姐 把我抓過去 在我手上試用 哇 馬上我跟我朋友就 心心眼 真的很好用 怎麼樣的好用法 就一個字 滑 洗完之後你的身體會 滑 很香耶 這個是酒香 米酒香 它其實是用來做SPA的 算是一個身體的Mask 是很濃的 看到沒有 很濃 因為它流得很慢啊 這個已經用了三次了 你們根本就沒有看出來 你每一次洗 只用一點點就可以搓得很開 但是你要慢慢搓 要洗十分鐘 搓的時候要加一點水 它這個東西是沒有泡泡的 看你這個東西怎麼定義吧 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是它的瓶子很滑 就是說如果你洗澡 你的身體淋濕了 帶水的情況下去摸這個瓶子 很容易這個瓶子就會掉下來 容易摔碎 它瓶子設計應該加個仿滑 這個不太科學 第二個是它很貴 它雖然是很香 但是你不要期待 說那個香可以留很久 最多兩個小時 如果你把它當一個是身體的Mask用 值得買的 但如果你只是把它當一個普通的沐浴液用 那你不要買了 就非常直接 玫瑰睡眠面膜 這款 這一個它是玫瑰面膜 是雙層的 它很好的地方就是 睡眠面膜 不用洗 就最適合我這種 懶人 透明的呢 是補水的 白色的是乳霜 鎖水的 幫你鎖住水分 步驟呢 是先用這個透明的 再用這個乳霜 這樣子 補水的 一個凝膠 一點乳霜 蓋在上面 好 正經皮膚的作用 塗兩層的話 你天氣太熱 你受不了的 這個入秋用 冬天用就最合適 第二天起來 會feel到 欸我的毛孔 就是變細粒了一點 其他更大的功效 我沒有發現 而且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淘寶賣的比法國還便宜 我看淘寶均價好像是 300多人民幣 但是法國這一罐 要58歐 OK 那麼最後 就到了 送福利的時間 我向Flocap 跟大家拜託到了一些福利 第一個福利呢 就是烏塔要抽獎 在這邊呢 抽出三位幸運觀眾 每人送一盒真 但是什麼真 由你們說了算 B站抽兩名 微博抽一名 一共三名幸運觀眾 或想參加抽獎的觀眾呢 就把你們的皮膚問題 寫在留言下面 轉發按讚 就可以參加抽獎囉 就會根據你的皮膚問題 去給你配 最適合你的真 那另外呢 烏塔也拜託到了一些折扣碼的福利喔 但是 時間很短 只有兩個星期 現在如果你上法國官網 打折扣碼 打烏塔2019 就可以 85折買Flocap的產品 在國內 要去天貓購買的觀眾呢 你們就可以先 敲敲他們的後台 跟他們說 烏塔2019 我要你們給我優惠的價格 在國內的天貓旗艦店也是 85折 而且是 買滿多少盒 還可以再減免 這個價格我是跟他們算 會比雙十一要便宜 但是他們不能給我太多的時間 他說最多 就只有兩週 本來他們說一週 然後我跟他硬拜拜成兩週 那麼今天節目就要在這邊 我們下期再見吧 拜拜 I'll push the video Salute 拜拜